我们不只有技巧和强壮而已 我们也学习如何待人处事 如何面对挑战 以及如何应对困难的概念与智慧 大部分的父母以为 远离危险和自我保护是同样的事情 其实真正的远离危险和自我保护 是有不同的定义的 首先让我来解释 大部分父母所重视的自我保护吧